大家好,我是隊長Wheel 時間是中午的12點半,地點是西貢 我現在準備搭船進鹽田寺,看鹽田寺的藝術節 在藝術節網頁見到1點鐘有班船進鹽田寺 但來到時見到其他船家12點9已經有船 所以就改搭了其他船家的船進去 初初還以為坐一架中式遊艇進去 誰知原來是坐這架紅色大飛 我這50元的來回船費就非常值得 開程的時候就坐這架大飛,鳳艇那艇,非常刺激 回程的時候就坐一架中式遊艇,可以慢慢看海上的風景 想不到走一小時都這麼多人進鹽田寺逛逛 一架坐20人左右的快艇,差不多全艇坐滿人 這個感覺就好像在海洋公園玩的機動遊戲 你有沒有差點吹鬼走了 這段由西貢碼頭到鹽田寺的船程大概3公里 看右邊就是白沙洲 這個白沙洲是一個年島沙洲,非常之正 有一個玩水爬艇的勝地 坐著這架紅色的大飛,看著這架紅色的船頭 鳳艇過艇,再加上藍天白雲 整個畫面其實非常之正 不覺不覺,看一看前面 已經是我們的目的地,鹽田寺了 十分鐘不夠就來到鹽田寺了 瘋了! 我先去拜艇,拜艇拜到 拜到腳不亂了 然後下船 旅程 船家說十二點九開船 但差不多踏十個外才正式開船 七分鐘至八分鐘就來到鹽田寺 今天是藝術節的最後一天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趕得及這段影片 在藝術節完之前出 但我覺得也不要緊 因為其實沒有藝術節 我相信這個地方也是值得離限的地方 看看資料有二十多個藝術景點 希望可以逐一找得到 現在出發兜個圈,時間一時左右 好,是不是去參與? 是,來吧,來吧,來吧 謝謝 一落船碼頭的右邊已經看到接待處 接待處門口也有一群義工 已經很積極地介紹鹽田寺的景色給大家看 還有一些很漂亮的明信片送給大家 我就沒有拿到,拍照留念就算了 在接待處的旁邊就是其中一個展館 叫做田一體驗館 由於人太多的關係 我就沒有在裡面逗留太久了 而我估計藝術節之後 這個館也未必會開門給大家參觀 看裡面幾件簡單的展品 大概是想介紹給大家知道 當年鹽田寺的日常生活 離開體驗館之後 我們繼續沿著島的右手邊走 一路走我們會看到岸邊 都很多獨木舟拍了在那裡 不想在西貢坐大飛過來 爬獨木舟都可以 好了,看到這個設計精美的宜香茶座 村櫃之後 後面右手邊就是廁所 左手邊有一間小士多 剛才立眼看的東西都不算貴 來到士多看到這麼多人 已經感覺到很大劑了 這個鹽田寺家一定很多人都在參觀 穿著士多的左手邊 其實已經看到兩間掛了藝術品的村屋 一直想在這間掛了藝術品的村屋前面 靜靜地拍兩張照片 但是等了好久 都沒有辦法做到靜靜地的效果 這一段的展品以外掛在荒廢的村屋為主 其實這個鹽田寺也有很多荒廢的村屋 而這些的展品 我相信藝術展之後 都會有機會拆除 坦白說 藝術品對我來說只不過是感想添花的 我最著重的反而是這裡的原有景色 沿著士多後面掃過兩拱藝術點之後 我們上一條樓梯級 晴波學校 過去看看 這邊也是 晴波學校 變成鹽田寺民物陳室 一開始講到 我不是搭大會的船進來 我是搭街島 街島和大會的船 就欠了10-20元左右的費用 這10-20元應該是支持藝術節的費用 我搭街島進來的 門票便宜一點 但進來的時候 你見到這些展館門口 有些小盒子 就告訴你們 如果支持他們 可以入少少錢給他們 我覺得如果你來到 都應該要支持一下 由於文物館太多人的關係 我就沒有逗留太久了 不斷看一看 我就穿上後面的聖約室教堂參觀 建於1890年的聖約室小堂 位於鹽田寺的小山坡上面 可以說得上是鹽田寺的標誌性建築物 看回天主教區的官方資料 原來早於1864年 已經有天主教的神父傳教 去到1875年 全島的村民已經全部領使 可以在短短十數年間 令到全島的村民領使 你可想言之 這筆神父為了這裡的村民做了多少工作 在鹽田寺的小島面積 相信當年都不會有很多村民在這裡住 但對當年的華人社會文化來說 要信奉一個由外國西方傳入的宗教 其實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好奇心之下再搜尋多一些資料 有些報道甚至說在西貢這裡的傳教活動 是當年天主教會在香港傳道的源頭之一 是不是源頭都不是太緊要 但可以好肯定的就是這班神父一定是很幫到鹽田寺的居民 參觀完鹽田寺這個標誌性的建築物之後 我們就沿著島的右手邊 向著玉大橋方向走 一路向玉大橋方向走的時候 我們看到沿途也有很多破舊荒廢了的村屋 看看資料 原來這裡的村民已經搬離開了鹽田寺 當一堆人追隨藝術等的時間 我反而被這邊的破舊村落吸引了 剛剛這一座是有個叫陳修麟的 家庭或修園等的東西 這裡有很多很困難的房子 今天是星期四 最後兩天的一天 非常多人 前面還有綿綿長路 但地圖上沒有顯示有路 先掃一些主要景點 背後 有時間的話 人們差不多慢慢 應該是三四點會離開 我坐五點船 希望那段時間鬆動些 再跨一個圈 經過炸破舊的村屋 再走前些少見到另一個展品 藍衣帶 這個以傳統客家婦女的服飾 來做主題的展館 我相信在這個展覽期過後 就應該會沒有了 參觀完藍衣帶 走出來見到這個展品 可以說在鹽田寺裡最受歡迎的展品 這個名為欣念人子屋的展品 我在這裡站好久 想靜靜地幫我拍一張沒有人的照片 但沒辦法等得到 大概站在等一分多鐘 都依然很多人在淪候拍照 那我就算數決定放棄 走到對面有帶綠色的草地 怎樣去到原來是人工草地 這裡有個位置叫藝術角 你會見到被斬斷了的樹 堆砌成一幅牆 連輪的位置畫了很多不同類型的圖畫 我覺得挺漂亮的 在這個藝術角休息了一會 我們走到外面 就會見到另一個展品 叫做願你受贊重 我自己就好喜歡這幅畫了 尤其是畫裡面一些三角形不規則的鏡片 看過去這幅圓你受贊重對面的一間屋仔 又是非常有趣 原來是一間雞屋 一間上當年以來養子雞隻的屋仔 現在就變成一隻陶瓷雞的屋企了 參觀完雞仔的屋企 我們再沿著現代養雞場這幅石牆向前走 經過幾間破爛舊屋 就會去到我最喜歡的一個景點 這個地方就是聖福若瑟神父的故居 聖福若瑟神父在1879年 開始為鹽田寺的居民服務 新來到鹽田寺的聖福若瑟神父 在這兩年間不斷學習各客家話 中國文化 希望可以融入到村民的生活文化 其實聖福若瑟神父在這裡逗留了不夠兩年的時間 但他為這裡村民的付出 已經深深感動到這裡的村民 在神父故居這裡的三件展品 充分反映了天主教對這裡村的影響有多大 我身處的位置是聖約室小堂的原子 難得這一刻竟然是沒有責任 這裡本身是室內的位置 這裡應該是聖約室神父的數將 這裡寫著聖福若瑟神父 是第一個曾經在香港傳教 而被天主教教會列風為聖人 的神父 這裡原本是室內的地方 當然現在的全面已經倒閉了 全面這個位置有十字架 這裡應該是桌子 可能是志倫莎用的桌子 其實是原本位置 Hello 這裡資料很珍貴 寫著新的聖養室堂 已經建於1890年 而這裡1841年 開始有神父傳導 即是說這裡1840年 已經存在了 這個教堂的位置 相當歷史圓圓 這件紡刺藝術品 實際上 細心一點寫了 神父的名稱和年份 我相信是 在園圓寺服務過的 神父的名稱 遠至1838年 已經有了 1878年 參觀聖福玉石神父的故居 我就要沿越山上的方向走 分岔路口 當所有人都向 這個活泉井的方向走 我選擇玉大橋 這裡比較遠 玉大橋 如果我沒有記錯 應該可以通過 索古灣那邊的 一條海岸橋的東西 各位看看 來到這個位置 分岔路 沒有什麼指示 左邊應該是 跨到碼頭方向 來計算的左邊位置 如果我們去玉大橋 應該是右邊方向 我們沿著右邊走 來到這個分岔路 左邊的就是 雙子亭的其中一個亭 看到四邊都被樹枝嵌了 爭取時間 我們不上去 沿著右邊走 沿著右邊走 8米多的距離 會見到第二個十字架 左邊就是另一個雙子亭 兩個雙子亭的旁邊 還有燒烤爐 秋量的時間 來這裡郊遊燒的食物 都應該相當不錯 沿著燒烤爐旁邊的路一直落 就接上大路了 來回這個路口 左邊七十米六 玉大橋 右邊寫著一個碼頭方向 其實如果不喜歡行山的朋友 告訴大家 沿著最海邊的路走 就可以接得到過來 不一定會在那邊上山 來到鹽田寺 接著澳西州的一條橋 現在這樣看就不算是年島沙洲 因為已經人工化在這裡 玉大橋這裡的風景很美 感覺非常寧靜 因為這麼寧靜的環境 我們放假飛機上去看看 鹽田寺這麼美的風景 我們再次看見 我們要去看一看 我可以拍攝 他在四個月的風景 有關尺寸 有關尺寸 在八星子 在八星子上 有關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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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自明星 仔細節 有關尺寸 在四個月 在五星 有關尺寸 可以放在四個月 現在已經離開玉大橋了 我們這次沿著下面走 去回鹽田和碼頭的方向 一路沿著玉大橋走回到碼頭的時間 路就好像只有一條 沿途看到很多工人都在修緝山路 鋪得更漂亮的城市路 看來這裡再過一年半出來 山徑的路又多了很多條 真是想不到一個這麼偏僻的小島 竟然會有這樣的發展 真是想不到 沿著山徑行三幾百米的距離 我們就會看到這幾個好可愛的鹽田仔 看到這個稻草人在後面 已經在這個情波學校的位置 剛才我們一開始走上面就是那個位置 就是我們要沿著那個島的右手邊 跨了一個圈 正如先所說 如果不想走山徑 沿越道出人的方向就OK了 做我三個這麼有趣的鹽田仔公仔之後 前面就是另一個展品 用竹製作而成的 生之禮重 這個展品是今年新增的 在一隻鹽田的旁邊 非常之搶眼 其實我參觀的時間 沒有留意到它叫什麼名字 只是覺得它很精緻很漂亮 在拍照打卡 直至到回到來之後 看回才知道名字叫生之禮重 原來意思是 當我們進入了這個展品裡 就好像進入了母親的體內 感恩大自然對我們的恩賜 由於我去之前就沒有刻意做過功課 所以入到的展品裡就沒有太大的感受 但是我覺得這個展品又挺漂亮 是做得不錯的 在附近坐到三點鐘 這個鹽田開了 我們進來參觀一下 無論你對做鹽業的發展歷史有沒有興趣 畢竟這個都是鹽田子的標誌位置 來到鹽田子 一定要抽時間進來參觀一下 聽聞就算藝術節過了 逢星期六日 它都會有些分段時間開放給大家進來參觀 我就會建議大家來到鹽田子的時間 先來看看它的開放時間 然後再配合行程 見到一班悉心講解的義工 開疼我還以為是這裡的老村民 原來他們全部都是鹽江保育中心的義工 有一個叔叔好好笑 他說住在這裡的村民全部化了 走光了 沒人住了 他說村長希望大家記得香港曾經有一個產鹽的地方 叫鹽田子 希望將這個他們曾經生活的小島活化起來 不會變成一個荒島 於是又聯同了鹽江保育基金進行了現在做的活化工作 這裏的居民就回流回來 就是鹽田子沒有理由沒有一個鹽的 這樣才發泄 籌錢來去興建 初初想著很大野心 鋪好了 不知那塊錢 做一塊都機會不夠 因為香港沒有人會做鹽田 沒有建築師肯接 也沒有建築公司肯做 因為大家都 蓋房子沒有問題 蓋房子沒有問題 蓋房子大家都不懂 現在就暫時維持這個狀態了 不再攪拌了 不,直到投錢 剛才介紹的那個 我以為這裏的原居民 若是義工朋友很有心地介紹 他叫我們 疫情過來玩過 到時可能可以去體驗一下 離開鹽田之後 我們一直沿著碼頭那邊的方向 就會見到另一個展品 大自然小故事 這個展品相當容易理解 所有的玻璃瓶 來自在西貢的海岸 撿回來 就好像來自四方八面 到訪西貢的房屋一樣 不同的形狀 大小就好像代表著 它們是不同的種族 不同的階級 但有個共通點就是 它們原本的主人 都是一個垃圾蟲 這裏每一個瓶曾經都是一件垃圾 現在變成了藝術品 但其實如果我們善用它 可能是一件有用的器皿 其實它是什麼狀態 是出於我們給什麼身份 就是要找它 來到這個位置 看到有艇 應該有艇租 看看什麼價錢 因為如果只限了島 就未必夠玩一天 如果爬上艇 就可能耐玩很多 直望過去最尖的位置 就是大金鐘 如果在岸邊 可以接收到碼頭的位置 可以接收到碼頭的位置 但交流流不太接收到 我已經失去了一些藝術景點的位置 所以就在裏面走 回到碼頭的位置 差點這條路沒有走過 這裏上面不知道有沒有東西看 我們穿的地方上去 時間是4點鐘 5點鐘才還沒搬船 上去看看 旁邊有竹棚 給你盛量 再看看有沒有東西看 張樹下有一張藝術椅 不曬的話坐得挺舒服 不如一直插曬到拍一拍的時間 這個竹棚又有什麼名堂呢 前面有個牌 過去看看 這個藝術品叫一張茶鳥 這些藝術品就算藝術節過之後都會存在 其實一張茶鳥這個位置坐得非常之舒服 但是坐在上面我怕看不到船 最終要到碼頭邊坐 幸好到碼頭邊等船 原本說5點鐘才有班船 但是4點多鐘竟然有班船 給我出去 大概4點3個次 正式離開鹽田寺 我有消息後悔 今天專門在last tour 一日趕進來 其實見到 我相信部分剪筆應該會收起 但我想大部分剪筆其實都是頗固定性的 過了藝術節之後再進來 我相信其實走的感覺會更加悠閒些少 亦都可以更加細緻些去看到 每一個的景色和一些既定了下來的展品 如果是這兩日趕不及進來的 亦都不需要刻意趕進來 反而可能在限日的時間來參觀 效果還會更加之好 如果未去過鹽田寺的朋友 無論有沒有藝術節都好 我都幾推薦大家去參觀一下 一共會醉了客家文化和天主教色彩的小島 藝術節之後 我相信還會多一份平靜的感覺 不過我相信經過三年的藝術節 大家對鹽田寺的地方認識多了 我相信對星期六有的都好難會有小人的機會 走一日子有沒有船進來 就要靠自己問問船家 鹽田寺這個小島我自己幾喜歡 有機會一定會再進來玩過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分享給有興趣 喜歡鹹山交易的朋友 下一條片再見 拜拜